你们好,我现在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我们新手朋友养鸽子 第一个关心的竟然不是怎样把鸽子养好 他们关心的是什么 怎样分辨鸽子的雌雄 我看很多朋友首先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能不能教我怎么样分辨鸽子的功能 不是一个两个 几乎是所有的新手朋友最关心的问题 其实以前我已经做过几期节目 都是说鸽子雌雄的 今天我再和朋友们说一说 这是一语纪念当年比赛的鸽子 当年快比赛的鸽子 首先从哪里看 看体型 一般的雄鸽体型比较大 雌鸽体型比较小 再一个看头型 公鸽子头型 额头比较宽 头比较大 逼妞 这逼妞也是比较大 嘴巴稍微的粗短一点 那么磁鸽呢 身材小一点 额头小 嘴尖 嘴还比较细长 还有一个从哪里看来 你摸鸽子这个颈部 鸽子 颈部比较僵硬的 这个位熊鸽 颈部比较柔和的 那个是磁鸽 还有一个呢 熊鸽 抓在手里 反抗的 剧烈一点 强烈一点 如果是磁鸽 抓在手里 很乖巧的 你看这个磁鸽啊 很乖巧的 如果是成年的磁鸽 你把鸽子抓到手以后 那个鸽子会发出 呜呜呜呜呜呜的叫声 那是磁鸽 还有一点从哪里看来 看它这个齿骨 齿骨这里呢 很紧凑的 一般的都是熊鸽 当然也有磁鸽 是比较紧凑的啊 磁鸽呢 一般的这里呢 比较松 这中间呢 不是完全闭合的 当然也有少数的 也不准确 像那些啊 看脚趾啊 是不是一样长呀 那个都不准确 因为你 手里拿的脚趾 你不一定能比得上 一样长 也许你 稍微的一用力 这边就长了 那个不准确 还有那个所谓的 拉脂肪的啊 像这样拉脂肪的 这个是骗人的 所有的鸽子 你拉上脂肪以后 拉上脚 它的尾巴都是向下的 没有一个是上翘的 那是骗人的 当然 看鸽子最准确的 只有这种方法 看鸽子肛门 在小鸽子出壳 齐天左右 你看肛门 如果这个肛门 是上包了下面的啊 上面包下面的 那个是熊鸽 如果是肛门下面 包了上面的 是此个 也就是上包下的是熊鸽 下包上的是此个 还有呢 这个熊鸽 你也可以看肛门 只不过这个毛 比较多 你根本就不好看啊 我说一下这个方法 肛门闭合时 呈凸形的 是熊鸽 你把肛门掰开了看 呈六角形的 这个是熊鸽 鸽子肛门闭合时呢 你想这样看 如果是呈凹形的 就有一种凹下去的感觉了 是此鸽 你把肛门轻轻地掰开 呈心形的 是此鸽 这个是最准确的 其他所有的类似看的 它的准确率都没有太高 今天我就把 分辨各种雌熊的几种方法 介绍给朋友们 朋友们呢 可以根据各方面的综合因素 去考虑 不要单纯的 以哪一方来看 雌身雄像 雄身雌像 那个就比较难分辨一点 好了朋友们 谢谢朋友们 对我一贯以来的支持和关心 下期见 你们好 最近几天 我发了几个视频 就是关于鸽子训放呀 亚龙的视频 有朋友呢 就打电话跟我说了 如果你有空 你跟我们好好的说一下 就是鸽子训放的重要性 为什么要进行训放 今天呢 就这个问题 我简单的和朋友们交流一下 因为现在天气凉爽了 鸽子换雨呢 也已经差不多了 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在 强制加飞 有的在训放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认为呢 训放其实没有什么必要 行了 我每天赶着鸽子加飞 只要它正常加飞就行了 他说我也没有交通工具 没有那么方便 我每天到外面去训放 确实呢 这也是一种很头疼的事 因为你训放 你必须要把鸽子拉到外面去 10公里 20公里 30公里 50公里 但是有些朋友呢 一个是没时间在上班 还有一个呢 没有交通工具 放的确实是麻烦 还有一些朋友呢 甚至连加飞都不正常 因为要上班 不可能在家里看着他加飞 回来喂给他吃 其实呢 加飞和陆训 都是很重要的 我建议呢 朋友们如果有时间 还是要进行强制加飞和陆训 陆训有什么好处呢 我现在就跟朋友们说一下 第一个呢 他能够进一步的提升 鸽子的身体柱子和启能 平时呢 我们训练鸽子的时候呢 是吧 我们只是在家里加飞 我以前就说过 加飞 它只是绕棚在飞 它是没有目的性的 只是散漫的 懒洋洋的在飞 我们现在要给他强制加飞 把他的身体呢 训练好 把他的体能提升上去 加飞好了 再进行适当的路训 就可以进一步的提升 鸽子的身体素质和启能 第二点呢 把鸽子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训练 对于鸽子的心理和体能 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经过多次的训练 鸽子的心理更加成熟 鸽子的体能进一步提高 再有一点呢 经常性的训练 能够增强鸽子的定向能力 对鸽子的定向能力 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这一点呢 是最为关键的 也就是训练的 最大的目的 平时鸽子加飞 它没有方向感的 把鸽子带到陌生的地方训练 首先它要定向 再往加飞 如果你经过多次的 不同地点的训练 鸽子的定向能力 会大幅提升 再有一点呢 我以前就说过 你带出去训练 鸽子的视野是更加的开阔 你加飞的时候 最多飞个一公里两公里 是吧 不会超过五公里 但是你训练的时候 就是几十公里的 甚至上百公里 以后在比赛的时候 它一旦进入 它经常飞过的这个 地形的时候 鸽子马上就有一种兴奋的感觉 它知道离家不远了 它会来加速冲刺 其实训练的目的啊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还有最后一点呢 训练 也就是让鸽子近早的出气 比赛的环境 因为比赛 我们一般是从三百公里 五百公里开始 那么经过你 多次的短途训放 适应了这种环境 装龙开龙 这种环境 以后呢 在鸽会的大龙里 打开龙门 它直接就飞上天空 定向回家 经过多次的训放 适应了比赛的环境 也就很少有应激反应发生 以上这几点呢 就是训放的主要目的 好的朋友们 谢谢你对我一贯以来的关心和支持 下期见